HELLO 主持人 看到標題你們就懂 今天我搶先拿到什麼手腳勒 沒錯就是 WON 中期待的 法威免40% Oh my god 還熱得剛剛發布我就馬上拿到馬上拍馬上剪馬上出 今天這支片呢將會是一個超完整的華為Mate 40 Pro開箱 所以就算你不打算買也給我看完它 please 大家都知道Mate系列是華為每一年展示黑科技的地方 從第一代Mate就是大屏幕時代到去年的Mate 30 Pro 也就是全球首款搭載Leica四次相同的5G手機 都看得出來Mate系列就是來show off黑科技的 所以來到今年的Mate 40系列肯定也是各種黑科技 所以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肯定就先看樣子先啦 Mate 40 Pro的外型設計一眼看下去 你會感覺跟上一代的Mate 30 Pro很像 還是大屏幕 還是四字方方 背後 還是圓形洗衣機 答案是認真看就不一樣了啦 6.76吋 Full HD Plus OLED 屏幕 瀏海和P40 Pro一樣的雙打孔鏡頭 屏占筆不用講咯 88度瀑布曲面屏 滿滿screen 一直延續到手機的邊邊 視覺享受很好 手感也很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搶先拿到的這個是黑色的版本 那其他還有四個顏色 就是白色跟銀色 還有皮革版本的青色跟黃色 幸好我還是搶到銀色款給大家看 這個銀色我真的不是玩玩的哦 你室內看銀色 太陽光下什麼顏色出來 深藍色淺藍色粉色黃色紅色橙色 全部都呈現在這一台Mate 40 Pro上面 而且黑色跟銀色的質感是完全不同的 銀色是霧面的 摸上去指紋不明顯 黑色版就是bling bling亮面的 指紋就會明顯一點 講真這個銀色真的很美 不給他個霧面我都不好意思 去騙 看這個人 它其實這邊是可以用touch來調節音量鍵的唷 但是可能上一代太多人comment按不到 所以這一代其實你可以直接按實體鍵啦 背面鏡頭模組還是洗衣機設計是不是 錯 上一代是在洗衣機裡面的 這一代你認真看它是在洗衣機外面 這個鏡頭設計呢叫做星環設計 四顆鏡頭分別在圓圈的最外圍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可是我看過了上一代的Mate 30 所以這時候即使換去外面 我覺得這個設計OK喔 喔對材質還是大家喜歡的bling bling Molly Bay Guide喔 OK外型看完了這裡就跟大家講幾個 華為Mate 40 Pro的新功能 這裡我就把它分成三大類 就是鏡頭、電池還有黑科技 先講鏡頭 Mate 40 Pro搭載了一個超感光 Leica電影鏡頭 電影鏡頭的意思就是 這是一台可以拍電影的怪獸 老實講喔去年Mate 30 Pro的時候 我都覺得它的電影鏡頭已經是很好了的 到今天會有人IG問我它好不好用啦 我還是蠻推薦的耶 所以Mate 40 Pro到底還可以進步什麼 就是防抖 Sport Anti-Shape Mode 以下就來測試一下Mate 40 Pro的防抖有幾強吧 真實測試哈 現在呢我就在戶外這邊 給大家看一看 我什麼都沒有裝 只是拿著Mate 40 Pro 全力往前衝的情況下 到底會是怎樣啊 OK這邊大家就看到 即使我盡全力開跑 在沒有穩定器的情況下 拍照的畫面也是意外的穩定 真的很穩 其實我們一般照的很少遇到 將需要極致防抖的情況 所以以上的實驗呢 只是想要告訴你們 如果我這樣子跑都穩了 這樣平常熱場拍普通的 會更加穩了 Mate 40 Pro鏡頭採用了 50MP主鏡頭 20MP的長焦鏡頭支持50倍變焦 12MP的廣角鏡頭加一顆Laser鏡頭 看到這個Spec 其實畫質啊 細節啊 顏色這種真的不用講角的啦 看大排天拍的video 我還可以講磨 Very good 這時候低光跟背光的情況 才能整整看出一台相機 它頂不頂 這次Mate 40 Pro 加入了這個Backlight HDR影片處理 在低光跟背光的情況下也沒有問題 太暗的地方它打亮 太亮的地方它就不曝光 另外Mate 40 Pro 這次也加入了幾個特別的拍攝小功能 第一個 Golden Snap 2.0 記不記得年拖的時候 P30 Pro有一個功能叫做 Golden Snap的 這次升級到2.0了 那時候Golden Snap是有三個功能 叫做AI去路人 AI去反光 還有AI best moment 那來到了Golden Snap 2.0 就新增了 AI去影子 功能其實看名字就知道了 AI去影子的話 就是比如拍文件啊 拍IC那種啊 很容易把這些影子拍進去 不只遮半邊 就是遮完黑黑這樣子 有了AI去影子 它是automatic做完的 搞定 2.AI focus tracking 這個功能呢 只要把手機set好 鏡頭就會自動跟隨你 無論是你走到這邊 這邊 還是這邊 它都會跟著你 Follow you到天涯海角 比如CMCO這段時間呢 如果你是想再加拍做蛋糕啊 抖音啊這種video 又沒有人可以幫你拍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了咯 3.Template Video Shooting 我知道拍影片這種東西 真的不是人人都會 也不是人人都有天分的嘛 所以咧 它這次又新加了一個功能 叫做Template Video Shooting 不是拍好了之後 Auto Video Edit 而是拍之前 就可以先選定一個模板 然後只需要跟著模板 只是旋轉 移動 推進 這樣就連拍片 今天零的人 都可以拍出Macham Yes 的短視頻啦 第四 耳機收音 如果有看我上一支 FreeBuds Pro開箱的話咧 你應該就懂這個功能了啦 一樣Mate 40 Pro 因為搭載了這個EMUI 11 所以這個功能是直接開使用啦 OK 現在我在這個位置 大家聽得清楚嗎 這邊其實有點遠 我再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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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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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後鏡頭可以拍什麼 我們現在就來看Selfie鏡頭 這次自拍鏡頭咧 就加入了240fps的慢動作錄影 你就可以拍像這樣子的影片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Auto自拍廣角 只要把手機打橫 它就懂你要group selfie了啦 然後它就會自動開廣角 而且廣角現在拍出來的自拍 沒有明顯的走樣 它會Auto Correct Distortion 把彎的變成直 不然人家誤會你是P2P到隔壁就好笑了咯 另外拍Vlog嘛 所以收音這個肯定需要好的啦 它同樣支援Audio Focus功能 在路上或者是比較潮的地方的時候咧 它就可以更好的去收你的人身影 OK 終於到黑科技了 黑科技一 電池 Mate 10 Pro 搭載了4400毫安的電池 然後聽啊 它有限充是66萬 超級快充 無限充是50W無限充 66W有限充真的是算是很快很快了 這樣50W無限充喔 算是目前最快的了 真的很快 黑科技2 然後音量自己變小 這個功能呢 就是針對那種你不想接它電話的人用的 比如說當有人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你不想接那個人的電話 然後你看了他一眼之後 手機會自動知道 你不想接這個人的電話 然後它的Ringtone就會慢慢變小 慢慢慢慢變小 黑科技3 隔空手勢操作 記不記得Mate 30 Pro的時候有一個功能叫做隔空手勢 就是喔 你這樣子 是上下滑動 然後你這樣子 就是Screenshot 這次Mate 40 Pro 勝機喔 可以隔空左右 然後手拿出來接電話 Hello 手拿出來unlock 手拿出來play and pause 歌曲 老實講這個功能再繼續下去 我相信嘎以喜言 我很快就可以練成 怪波黑工 最後的最後就是配置啦 Mate 40 Pro 打載的正是5mm的這個Kirin 9000 5G芯片 內存組合是 8GB加256GB 然後90Hz刷新率 IP68防水防塵 支持Dual Stereo Speaker 還有變形EMUI 11系統 目前我是還不懂價錢 也不懂幾時會來到馬來西亞 反正大家就敬請期待Mate 40 Pro的到來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給個like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看很多很多次 我是可安 下次再見 掰掰